醫生哥好氣憤 我補充一點 就是我親自照料被送院的傷者 結果就是左邊膝頭脫膠 加上人帶撕裂 在我們打999之後 救傷車來過 好有趣 擔架床來過兩次 第一次就在22分鐘左右 第二次就28分鐘 這個都是遠超政府 對於一個傷患者打999 然後拾自車的承諾 其實同一番話 我去年的時候都開過幾招講過 去年的時候就直接有一個 癌症的復康病人 暈了在那裡 休克昏迷三分鐘 然後需要搶救 結果也是二十幾分鐘救傷車來過 其實我覺得警察 其實是有意無意 其實是有意 有意為示威行動 製造一種很威脅人身安全的感覺 以希望令到社會覺得 參加這些東西的 不是我可以參加的 可能去到要承受風險 於是就會在當中裏面 製造一些緊張危險混亂的情況 這件事我覺得 其實是一個比較卑鄙的手段 也阻礙了一個正常 一個醫療施救的程序 這件事簡直可以叫做可恥 去年人權 人道年長得主歐遙嘉醫生 也都在我的記者會裏面都講過 在去年的時候 留守的地方就在正總 今年留守就在金鐘 但是去年留守的時候 香港那一個地方那一刻 比起在索馬里的戰亂 是更加危險的 這件事我是覺得完全不能接受的 所以其實自己都會承諾 在往後的時候 特別是人民力量 有一些大規模的群眾集會的時候 會即場提供充足的醫療支援 也都我在這裡呼籲警方 在見到在場的醫護人員的時候 希望他們秉承回這個 合乎國際慣例的 對於醫護人員那一種的援助 還有就是 就不可以反過來 反而第一個清場的人 就是清了醫護人員先 會令到整個情況 因為我們信得過我們的示威者 和平理性克制 但是我們就信不過你們對方警方 是真正和平理性克制 多謝